第22届蓝厅论坛走出了外交部蓝厅 来到了上海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共产党的初心始发地 作为国际大都市与改革开放的窗口 上海长期以来都被列为是外宾参访的首选城市之一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会客厅 如今这座实体的世界会客厅 就位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两江交汇之地 与外滩与陆家嘴交相辉映 这里原来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杨子江码头 在这里曾经见证了青年毛泽东送别友人复发勤工俭学 也见证了1992年邓小平在这里 关心浦东的开发开放 秦刚外长今天在发言中说 论坛选址上海非常的合适 他说百年中国看上海 从曾经的十里洋场到如今的改革开放排头兵 从解放前的百废带兴到现在的欣欣向荣 上海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风风雨雨和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 今天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创新发展中心 也是世界经贸航运数据中心 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亮丽名片 上海市委书记陈静宁也说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 上海的使命就是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与规律 中华民族的风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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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